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那我们前几个礼拜介绍的应该是在介绍 就是在大因果的最前面 在因 元 果 三者当中的时候 我们是在介绍因的这一方面 因的时候它的定义已经在前面 我们小因果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缘故 所以它这边就不用重新讲因的定义 因的定义还是为能生 对不对 我们看我们从能生 看在从因分下去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分什么 我们可以分 这边是分说能生因 聚生因 它在这边分下去 聚生因 同类因 相应因 片形因 这六个嘛 对不对 我们再讲 如果在能作因 我们是不是在说 名言上或者名词上去分下来的话呢 它可以分为一个 就是说有功用的能作因 跟无功用的能作因嘛 所以反而是 为什么说名言上或者说在名字上去分呢 因为应该是说若是能作因的话呢 就一定是有功用的能作因嘛 反而是所谓的无功用的能作因 不是能作因嘛 不是能作因 如果是要是能作因的话呢 一定是有功用的能作因 所谓的无功用的能作因 只是依其名而取在说这旁边嘛 为什么要说这些无功用的能作因 要取名为能作因呢 因为它对别的果生起来 是没有障碍的缘故 没有障碍的缘故 所以取名为能作因 但实际上不是能作因嘛 好 那我们大概上次我们提到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大概是说 那在惹对色列学里面有讲到有一个 六因皆世的例子嘛 六因皆世的例子它是说什么 它举了说 比如说 恶的心王以及他周遭的心所嘛 恶的心王以及他周遭的心所为例的话呢 是六因皆世啦 他们是举这个例子 可是我们就一一算嘛 我们上个礼拜还没有时间算来的话 是否是能作因的话 应该是没有疑惑嘛 这是没有疑惑 因为它是无常的缘故 它可以当作能作因嘛 为什么可以当作能作因呢 因为它可以 比如说它可以当瓶子的能作因啊 它可以当柱子的能作因啊 如果它是瓶子的能作因 它是柱子的能作因的话呢 它也就是能作因嘛 它一定是个能作因嘛 凡是某一者的能作因的话呢 也就一定是能作因嘛 就要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就是说凡事无常一定是因嘛 也一定是果嘛 对不对 我们说无常啊 因啊 果啊 都是同意嘛 那我们为什么会说这样子呢 因为凡事无常的话呢 它一定是某一个 某一个东西的因嘛 某一个因的缘故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因嘛 所以同样它也一定是某一个自己的因 自己的因跟自己的缘的果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果啊 所以我们反而是说 若是无常的话呢 也一定是因 也一定是果嘛 反而是因跟果是同意的嘛 我们一般来讲说 无常因跟果是同意的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 假设一个东西的因 跟一个东西的果来讲就是香味了嘛 瓶子的因跟瓶子的果 或者我们常用的烟的因 跟烟的果呢就是香味了嘛 某一个东西的因跟某一个东西的果呢 就是香味了 但是因跟果本身呢 什么就是同意嘛 若是因也一定是果 若是果也一定是因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因为它是自己的果的因的缘故呢 所以它也一定是因嘛 它是自己的因的果的缘故呢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果嘛 所以同样 它如果是某一者的能作因的话呢 它也就是能作因了嘛 也一定是能作因 虽然能作因本身是没有性像嘛 我们是不是上次这样说 能作因本身是说不出它的性像 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没有 我们也没办法举出它的例子啊 我们还是可以举出它的例子啊 像刚刚我们刚刚举的就是说 噢 恶的心 以及它周遭的这些心所呢 就是说什么 我们就是它是 第一个它是有功用的能作因 这个我们可以确定了嘛 对不对 还有第二个我们要问的是什么 是不是它是不是 我们所谓的聚生因嘛 那聚生因的时候 它是同一时间而为一直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要怀疑的嘛 对不对 我们上次是不是说 这个要怀疑的 可是只要来讲它 应该是同一个时间有嘛 同一时间对自己生起来 是没有障碍的啦 可是它是否是一直这个东西 我们先把它保留 保留这个来讲 可是我们可以确定它是 同一个时间有嘛 同一个时间有 同一个时间有 但互相生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障碍 而这个所以我们先不要确定 它是否是能作为相应 这是我们保留一个问号 是说它是不是互相为义直嘛 它没说不出来 我们还不知道还说不出来 是不是我们在说 举 聚生因的时候就是要举 两个东西嘛 是不是一定要举两个东西 因为它是说 一直 一直 所以在一直的时候它要举出两个 或者我要说 譬如说我说 有没有水的聚生因的话 那我就可以举一个例子 跟水同一时间生起来的火 我可以说它是水的聚生因 可是我们说 为什么你看 刚刚为什么我们在举 六因皆是的例子 会举 恶的心亡嘛 就是我们不是说有善恶无忌三者当中的 恶的心亡 以及它周遭这个心所呢 是聚生因的话呢 聚生因的定义当中是说 同一个时间互为义直吗 同一个时间互为义直 如果你没有举两个东西的话呢 它怎么说同一时间义直吗 它举不出这个东西 或者我们只能说 像我刚刚举的 喔 与水同一个时间生起来的火 这个火呢 是水的聚生因 但你说水是不是聚生因的话呢 这我们无从比较嘛 同一个时间为义直 它无从比较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说嘛 可是你说 与水同一个时间生起来的这个火呢 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水的聚生因嘛 它是水的聚生因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刚举的那一个 第二个例子是说 恶的心亡 以及它周遭的心所呢 唯有我们现在要 后面要探讨或者会比较有疑惑 是说 是不是一直 可是除了这个来讲说 它是同一个时间有的 互相生起来是没障碍的 这一个点我们可以确认了吗 我们可以确认了 可是我们后面是否是一直 我们后面要准备要谈下 再来回来讲 第三个是什么 是相应因嘛 对不对 相应因 相应因是什么 是以自己相似的后 应该它的定义 我要用它的文字来做 应该是说 它是说 能生相似自己的后同类者吗 对啊 对不起 对对 我就按按一按照它 我就说 那如果同类因来讲的话呢 那应该 这个同类因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符合到同类因吗 对不对 因为 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二的新王 以及它周遭的新所的话呢 它可以生起 与自己 后者 与自己相似的 同类别的 那个果 它有办法生起来吗 对不对 它可以生起 它的第二刹那吗 它可以生起称心 假设我们说 杀心 杀害人家 想要杀 杀人的这个 杀人的新王 以及它周遭的这个新所呢 它能生出它的第二刹那吗 它能生出它的这个第二刹那 的时候呢 它能生出这个第二刹那的时候 它就是 这个第二刹那是不是就符合到刚刚那个时候 它是 能生相似 相似是什么 是 与 它的 同地的吗 我们是不是说 与它同地 它如果说是 欲戒的烦恼就是欲戒的烦恼 色戒的烦恼就是色戒的烦恼 无色戒就是无色戒 但同样的 这个 后类别是什么 我们上次不是说 就是它的序流嘛 这是它的后序流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它为什么前面要有个相似 后面要有个类别 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 很 就是有一点好像等同同志 它这边它有各个的义趣 就是说 第一个上面是说 是同地的 或是同界的 不管说同地啊 同界来讲的话 如果是欲戒就是欲戒 色戒就是色戒 无色戒就是涵盖在无色戒里面 它就涵盖在无色戒的 而这个同类后者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后序流 它的后序流 因此我们可以说 前因者的 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沙辛与吉 他周遭这个辛所呢 有没有符合这个定义 而就符合了嘛 它的能生 后子 它的能生 与治国相似 应该说能生相似自己的 就是它治国嘛 它的能生自己 或者能生相似自己的 后者 就是它的后果嘛 它的果 它的后者这个果呢 是跟与它同类别的 与它同类别的 与它同类别的 就是我们刚刚举的嘛 第一刹那的那个沙辛 以及周遭的辛所呢 是能生出第二刹那的嘛 这个第二刹那的缘故 所以它就是一个所谓的 同类因嘛 同类因了 而相应因 是不是也可以 对我们相应是说什么 它是符合了 同一个时间相应 符合五相应的 对不对 互相为五相相应 又不障碍互相生起的同位 这个共同点嘛 这个我们就可以确定了嘛 就我们刚刚讲了 刚刚那个新王跟新手 我们是不是上次花很多的时间来讲的 五相应是什么 是所缘 相貌 时间 值 所依 这五个都要相应嘛 当然这两个就不会互相障碍在一起 它就是好像跟随着 如影随形的 这个新王去哪里 这个新手也去哪里 这个新手到的地方 这个新王也要跟着去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确定 因为符合五种相应的话 或者是新王跟新手 或者是两个周遭的 互相的这个 唯一个新王周遭的不同的新手 一个周遭的不同的这种新手的话 也就是所谓的要符合到五种相应 对不对 它有这个状况吗 所以它可以确定 可是我们这边会引申的疑惑是什么 因为五种相应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直相应嘛 直相应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刚刚上次跟大家讲说 有两种的解释方法 一种是说 第一个是说 这个新王是要跟这些的新所是同直嘛 同直 有这样子的解释 一种的解释方法 可是如果这样解释方法的话呢 他就没有办法解释到说 新所周遭了 两个新所周遭 就是我们是不是 一个新王当中 他旁边有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新所嘛 我们事实上是讲说 每一个新王周遭 他至少起码有五个不同的新所跟着他走嘛 就是有所谓的 受想思做意处 这五个 这个我们叫五片形的 五片形的 这我们所谓的 我再讲一遍 受想思 这个思的意思就是业啦 思 这边我们讲思是业的意思 所以是受想思做意处 这个是跟五个 只要是新王的话 他就一定会跟着 跟着在中间 所以我们会知道 叫五片形嘛 就是这个又跟片形音又不太一样 片形音他只是取名为片形的 这边的片形的就是说 凡是新王到的地方 这些新所也一定要跟着 跟着来了 一定要有在旁边呢 所以有一种的 以前的说法是说什么 直相应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新王 以及他周遭的新所是要同职 是要同职 有这样子一种说法的 可是别的经书 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什么的话呢 所谓的同职不是在指这个 而是说 他的周遭就只能有一种类别 一种直类别的 一种性别的或者一种 这个直就是性别的无常在那边 一种性别的或者一种直别的受 他不会一个新王当中 比如说我们又有喜怒哀乐 或者有多种的不同的受吗 他一个新王周遭 他就只会有一种同类别的受 也只会有一种同类别的想 也只会有一种同类别的诗 他不会有多样的 所以以前如果人家想说 你的业都是在 好像我们有一个新王 他控制所有的业 在他上面的话 这就是没有看懂说心内学后面 心内学后面所说的业的话 每一个业他就是跟随着一个 新王在走 他不会有好像一个种色的新王 控制所有的业 以前有些人会有这种错误的概念 或者有错误的想法 看这个的话就可以代表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在 在两者的不同的心所 虽然他们不是 好像有主跟父的差别 可是他们是跟随着一个主的 新王在走的话 可是他周遭 他的朋友中遭的眷属 旁边的这个 也就只会有一种类别的受 有一种类别的施 有一个类别的处 有一个类别的作意等等 他只会有一个类别 他不会有多种的 因为他就是跟着一个 就或者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好像说 我常常觉得像是我们在台湾 因为我们目前在台湾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中央的政府 对不对 中央的政府他周遭 会有很多的部门 有很多的部门 他会有教育部 经济部 文化部 或什么等等这些不同的部门 所以在这个周遭 他也就只会有一个教育部 也只会有一个文化部 也只会有一种的 类别的财经部 他不可能出现在第二个财经部 不可能再出第二个教育部 不可能再出第二个文化部 如果出现来 那就代表说国家要分裂了 已经有两个政府出来了 就是一个政府 就只有一个教育部 一个财经部 一个我们说文化部 就等于这个 可是同样 这个主 主体是谁 是中央 对不对 中央的政府 他的部门 分下去的话 他就只会有一个一个一个部门 可是 这部门周遭 是不是也是说 你看台湾的文化部 也只会有跟随着 台湾的经济部 在一起 虽然他们 你说他们本身是不是一职 他们两个是一职 他们也不是有 主跟父的关系 这就是两个附属的东西 他们两个是 说实话 他们两个中招是 没有一个 也有一个线 把他们连在一起 比如说 我假设夸张一点 比如说是 运动的 跟 财经的 或者说文化的 假设是没有关系 他是两个 各个部门 没有牵连下 可是 他们是不是也要符合得 五相应 所缘是一样的 相貌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 所依的一样 时间也是一样 只要有这个 这个也有这个 他们 所谓的职相应 我们不可能说 文化部跟 运动的这个部 他是同职 他们是一职 他又没有 祖父的关系 又不是 祖跟 好像职分的关系 可是这边职相应 是什么 他的周遭 这个周遭也就只会生起一种类别的 一种类别的 受啊 想啊 诗啊 作意啊 或者等等 这些来讲的话 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说 直相应的解释 可是 总之 我们在这边讲的话 新王跟 新所来讲 因为他是主跟父 或者有一个主体 跟他的支分来讲的缘故 他一定是所要同职 他一定要同职的 所以这就跟我们上面说 巨声音的时候一定是一指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那时候就会起 是别的应该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疑惑 刚刚说的 比如说 恶的心王 以及周遭的心所 是可以作为 能作音啊 可以作为同类音啊 他后面的片形音啊 一手音 这些能不能我们是比较 没有疑惑嘛 比较没有疑惑 但是 最有疑惑的是 这两个 就是说 如果他说他是作为 巨声音 他怎么可以作为相应音 就是他作为相应音的话 他怎么会作为 所谓的巨声音 他这个好像会有 直接的危害 或者有相违背的产生的话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我再解释了 那我来做 第五的时候呢 第五我们这边是 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说 片形音嘛 对 片形音 那片形音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他是 等于是一种的 在相应音的 之下的一种分类 或者一种 一种更狭隘的 是 对 双类音 对 双类音 那你就 你就 对 你在归内 归内 那他就说 他是同类音的 某一种的 之下的之分嘛 他是之下的一个之分 因为同类音是不是 甚至说他是一种 只要是 后序流的类别的 同地在这个上面 他只要 后序流 这个有很多种啊 有所谓的瓶子啊 柱子啊 情器事件 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举例嘛 但是这边他是要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 在同类音之下的是什么 是前 他这边是翻染屋 和后染屋 我上次是不是 我们就说是 前烦恼者 升起 后烦恼者 这个所谓的 为什么我们不用烦恼 而要用烦恼者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上次也花了很多时间解释 这个 这个涵盖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烦恼 以及 他周遭的 别的心王 跟心所 都涵盖在这个 他这边翻染屋 可是在藏文的这个意思 比较是说 是烦恼者 为什么我们不用烦恼呢 因为烦恼 他就是指了一个 很 很狭小的 或者很 很小范围的一个心所 烦恼心所而已 他没有涵盖到心王 也没有涵盖到周遭的旁边的 所谓的瘦 啊 施啊 作意啊 或者处啊 这些都没有涵盖到了 所以 我们这边烦恼者 他的意思说什么 就是 烦恼 任何一个烦恼 以及他周遭 所生起来的 心王 及别的心所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说 他是在 涵盖在这个烦恼者 的这个的 周遭的 这个这个 这个词汇所要 种设起来的 这都在里面吗 因此 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 恶心王 以及 他周遭的 这些不同的心所呢 就符合这个定义了吗 对不对 他又符合了这些定义 就是说 他符合什么 能生治果同地 后烦恼者的烦恼者吗 就是 他本身是 前烦恼的 生起 或前烦恼者 所生起来的 后烦恼者吗 所以 他是否是 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 惡的心王 以及他周遭的 心所的 是不是否则 这个应该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疑惑吗 而 第六个 是什么 我们是 一手阴嘛 对不对 一手阴的他定义 是不是说是什么 就是 惡 对啊 惡 或者说是 有肉的善 总是在这两个当中 或者简单来说的话 不要举那个 很奇怪的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 或者是惡 或者是有肉的善嘛 那如果当然 我们上次上个礼拜 为什么他说 这边要说色羽的意思 就是说 假设我举说 有肉的善跟惡 惡 惡者 这个可以说他是 色羽 因为他涵盖在这里面嘛 就像我们说 我们是不是上个礼拜 也举些说什么 说 像蔡依林 跟如圣法师二者呢 也不能说他是蔡依林 对不对 也不能说他是 如圣法师 我说 我刚刚我们举的那个 在东方的蔡依林 以及如圣法师呢 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东西是蔡依林 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东西是 如圣法师 但我可以说 在东区或者在东方的 蔡依林 跟如圣法师 是色羽嘛 他总是涵盖在 蔡依林 跟如圣法师二者当中 可是他是不是 这个其中一个呢 不是嘛 因为我们举不 如果假设 是其中一个的话呢 或者他是 这两个皆是的话呢 就变成说 蔡依林跟 如圣法师 不相伪了嘛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在别的色列学 我们是一直跟大家讲说 哦我们可以举得出 东方的 蔡依林 跟如圣法师 也可以举得出 西方的蔡依林 跟如圣法师 也可以举得说 像在台北的 如圣法师跟 蔡依林 可以在北京的 如圣法师跟蔡依林 可是 这些例子也都不是 蔡依林 跟如圣法师二者嘛 因为 只要说他是 如圣法师跟蔡依林 二者的话呢 如圣法师跟蔡依林 二者就 变得是 不相伪了 就不相伪了 有个两者皆似的例子 就产生了嘛 所以 虽然他不是 如圣法师跟蔡依林 二者 可是我们可以说什么 我们说他是 涉于 包含在 包含在 如圣法师跟 蔡依林当中嘛 或者我们刚刚讲说 涉于 二 及 有肉的善之中嘛 为什么 为什么他没有直接说 是 二 或者有肉的善其中之一 的缘故就是说 如果是一首音的话呢 不一定是二 或者有肉的善其中之一 但我们不能说他是 他就是 惡 或有肉的善其中 任何一个 因为为什么 他也不是惡 也不是有肉的善 所以我们不能说 他是任何这一个 所以 这四个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说的 惡的心王 以及 他周遭的心所呢 是 能作音 同类音 片行音 异守音 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疑惑 这个意义我们可以 可以取得出来 但是呢我们应该 比较疑惑的 或者比较 有一个 会引申的疑惑 是什么 是说 那如果我承认 他是巨生音的话 或者我是不是 就不能承认 他是相应音 或者我承认 他是相应音的时候 我就不能承认 他是巨生音 我怎么可以 两者都 都承认嘛 或者两者皆是的话呢 那我们这边一般来讲的话 是什么 我们说 惹对色类学那边所说的 举出六音皆是的 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在指什么 是在以匹婆沙中的 去说有六音皆是 如果在以经部中的 看法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说有一个 六音皆是的这个例子 没有一个所谓六音皆是 的这个例子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巨生音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分出说 他一定是一直的嘛 这两个东西一定是一直 那如果是相应音的话呢 假设如果他是说 新王跟新所这个关系的话呢 是不是他一定变成是同直的嘛 同直 因为他是有主跟父的这个关系 我们说比如说像 像我跟我的手一样嘛 我的手是我的身体的一个支分嘛 所以他一定是同直 他是他的某一个 所以像我的手的支分是什么 他的每根手指嘛 每根手指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算是说 主体跟他的支分嘛 主体跟支分 同样在这边来讲的话 新王跟他周遭的眷属 也就是有他的主跟他的眷属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他一定是同直的 所以如果我们以经部中的观念来看的话呢 他会说什么的话 他就说我们不可能会有六云皆四的这个例子 不可能 因为他的定义上就是截然的相为了 那我们应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应该反问过来说 那个匹婆沙宗的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可以说出嘛 他为什么可以说出来的话呢 因为匹婆沙宗这边来讲的话 他主要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他就是说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所谓的同直或一直 他不能说有同直的不同的分类 他认为说如果是同直的东西的话 就是一的 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讲说 在就是程式的这个单元 有说一跟一嘛 对不对 他认为说如果是同直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同了 就在一了 他不可能是有同直的不同的繁体 他在他的内心当中 陷不出这个概念 这也是说 在金部中的他的关键 或者他核心也在这边 就是说我们在同体性 或同直下 还可以说出有不同的繁体 不同的个别个别存在的话呢 这是金部中以上的步派 在内心才有办法去承许的这个东西 因此呢 他会说什么呢 他是说什么 因为 所谓的 恶的心王 以及他周到的心所 我们可以说什么 他是同体性的 我们可以说他是同体性的 他体性是一的这件事情 是可以承认呢 可是他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是抑制的 他觉得说有同体性的又可以抑制 我们会 是不是我们以前在学金部中 以前我们讲说 同直抑制 或者同体性抑制 这个来讲的话呢 怎么会有一个人好像说 可以有一个又说出 同体性 但是有抑制的东西 好像匪夷所思 我们说不可能有这个东西 因为 是不是我们上次在解释说 在关系的这个地方 有重生性的关系 他就是什么 他是说 他要一体性的 所谓的 我们在所谓的 同体性的关系产生的 他就是同体性 没有一个又可以 又有同体性的 又有体性是异的 这个东西 我们不可能产生 但是他们在这边认为 是说什么的话呢 如果是同直的话呢 就是同直就是一的 只有一的东西才是 才可能是同直的 所谓的 凡是义的话呢 就是他的 直就是义的 因为匹伯撒中也比较好玩 他是认为说 凡是是存在的话呢 他就是要有直的 有直 他连长法都认为说有直 这是他的概念 因为他认为说 他不障碍与生物的东西升起 所以他就有直 就有直 可是我们在 進步中以上 所谓有没有直 就是说 他有没有作用了 他是不是无常了 可是在匹伯撒中 他总不会这样认为 他说只要是 不管是 我们用他的名词 他有是有公用的能作音也好 无公用的能作音也好 他就一定有一个直了 所以如果你举一个说虚空啊 所知啊 有没有直 他说有直啊 是不是同直 因为他是一的概念嘛 凡是意的 任何是意的东西呢 他就可以说是什么 他就说这个就是一直了 一直了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就可以说什么 他就说 这些来讲他也可以说是直相应 可是也是同 也可以说他是 是 是一直的 为什么呢 他的所谓的匹伯撒中的直相应 是什么 就是说 周遭这个新王 以及他周遭这个新所 是体性是一的啦 这个直相应 三次把它推到来 是体性是一的 而直 他为什么又可以是一直呢 因为他就是一的 他是个别个别的存在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就说他是一直了 那样子 所以这个在匹伯撒中下面来讲的话 我们一直在说 哦 如果大家有看到 大因果这个地方的 惹对色列学的后面这边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六因皆世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是以匹伯撒中的概念来讲 所以在那个惹对色列学这一段呢 他是说什么 他前面有一个标志 他说 他说 在原稿当中 当中没有的 而我们现在后补的 六因皆世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 惡的新王 以及他周遭的新所 所以我们一边来讲 常常来讲的时候 我们说 惹对色列学的作者 有一个是叫 文书上师 这个主是大的呢 可是他自己当然不会说 哦我们的 在原稿当中没有的例子 而我们在那边举 所以好像是后人补进去的 这是后人补进去 所以一般我们举出这个例子 来讲的话 我们会说这段文字 不是作者的原文 是后者有人去添进去 可是是谁添加进去的 我们现在大家也 因为历史的缘故 也找不出来了 但是这个来讲的话 一般是说 后者补进的这个词汇 他才会说 原稿里面没有的词汇 对我在这边举 六因皆是的例子 是什么呢 是恶的心王 以及他周遭的心所 而我们这个例子 会举的是什么 我在讲说 六因皆是的例子 我们可以举的话 是在匹婆沙宗的观点的时候 在我们是不是 在佛教的 世部中义当中 我们是有匹婆沙宗 金部中 为世 中观的时候 以匹婆沙宗的概念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说 有一个六因皆是的例子 但是如果在金部中以上的话 我们能作因 同类因 片形因 一手因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说 有四者皆是的 但是我们不会举得出说 一个又可以是聚生的因 又是相应因的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举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举的 如果要到这个的话 相应因的话 他是新王跟新所周遭的 五相应的 这样子的关系来讲的话 他就变成是同职了 在我们所谓的相应 不是我刚刚讲相应 在返回来聚生的因的时候 他就说他两个是一直 对他一直 可是人家会说 为什么我不举能作因 能作因是不是说 瓶子的能作因是什么 与瓶子为一直 对不对 可是他是说 要与一个东西比较为一直 可是我举出能作因的时候 是不是要举一个一直的东西呢 不一定 不一定 比如说我可以说 瓶子本身也就是能作因 一个东西来讲 一个东西 这个也可以说瓶子为例 他也是能作因 为什么他是能作因呢 因为他是柱子的能作因的缘故 他是柱子的能作因 他就变成是一个能作因了 所以最大的怀疑 我们以获得为什么是说 因为在聚生因的时候呢 他就在名词上面就说了 他们两者当中一定是一直 这两者是一直 这是我刚刚一直要举说 如果我们只举一个东西 我说瓶子来讲 他是不是聚生因 我们说不是啊 他没办法说 因为他不是说什么 同一个时间为一直 一直的东西一定是意嘛 或者一定是有两个东西来比较 所以我们只能说什么 瓶子是不是可以说 他是 与他同一个时存在的柱子的聚生因 可以 这个我们可以说嘛 与他同一时间存在的柱子的聚生因 但你说 你又回去说 他是不是聚生因的时候 他就不太一样 就跟我们说 如果是瓶子的能作因 他就一定是能作因 可是你说他是 与他同一个时间 生起的柱子的聚生因的话呢 他是不是一定是聚生因的话 我们就说不一定了嘛 不一定了 比如说什么 就是与柱子同一个时间 生起来的柱子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一个聚生因嘛 对不对 因为聚生因的定义当中就是说 他一定要是一聚啦 那个他没办法跟人家比较啊 他没办法跟任何人比较 我怎么会说他是一聚 所以他可以说他是 与他同一时间生起的柱子是一聚 可是他不能说他是一聚嘛 但是我们可以说瓶子就是一个能作因嘛 我们可以说瓶子他本身是一个能作因 有功用的能作因 凡事无常皆是有功用的能作因了嘛 所以我们刚刚是要举到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说那以匹婆沙中的观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说有个六因皆是 但在经部中上面的话呢 如果说出是相应因 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出他是聚生因的 如果说这个例子是聚生因的话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出他是相应因的 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会问大家的话呢 我们说假设我们是说以前 刚刚他这边说的是说一手的因嘛 一手的因是凡事为恶或有肉的善 或者总设在这其中一个的话呢 就一定是一手的因嘛 对不对 就是一手的因嘛 那好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在小因果之上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瓶子的之前而有是瓶子的因嘛 对不对 也是瓶子的直接因嘛 瓶子的之前而有的之前而有呢 也是瓶子的间接因 对不对 也是瓶子的因嘛 对不对 看我们是不是那时候也讲说 若是瓶子的之前而有的之前而有 一定是瓶子的之前而有嘛 瓶子的之前而有 不一定是他的之前而有的之前而有嘛 我们那时候是不是算了很多的三句型 四句型等等这些给大家算嘛 那同样反过来说是不是 说是瓶子的之后而有 是瓶子的直接果嘛 瓶子的之后而有的 之后而有呢 是瓶子的间接果嘛 就是反而是 反而是任何的之后而有的 就是他的果嘛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会问说什么 我们说一手嘛 一手是 我们有一手的果报嘛 对不对 一手是一个果报嘛 由一手的因而生出一个一手嘛 对不对 一手的因而生出一手 一手会生出他的果嘛 对不对 他是还会有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不是如果大家有学过 一点那种的普通道资历广 我们不是有 一手因 申请说后面的一手的果嘛 一手的果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一手 一手就是一手的果 一手的果 就是由一手的因而生出来的果报 叫一手果 一手果啦 就是由一手因而赶出来的果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一手它是变成一个无常的东西嘛 一个果报嘛 好如果是一个果报的话呢 那我举一个例子 那我们说 会不会就会有一手的之后而有嘛 一手的之后而有 会不会有 就像有瓶子的之后而有的话呢 会不会有一手的之后而有 也就有了嘛 对不对 有一手的之后而有了嘛 那如果一手的之后而有也是存在的话呢 那我举个例子 我们说一手的之后而有的 恶为例 一手的之后 我们所谓一手是什么 比如说 像我这个有肉的色身 我这个有肉的色身是一手嘛 一手的果 那依着这个有肉的色身 我是不会再去可以造 由它的果报的恶嘛 我依这个色身去造恶业啊 那我说 一手的之后而有的 二为例 它是一手的因呢 还是一手的果呢 对不对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某一种东西的因 跟某一个东西的果 应该是相为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 烟的因 跟烟的果 是相为嘛 那同样 应该说一手的因 跟一手的果 也是相为的嘛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嘛 按照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会举的例子说什么呢 我就说 一手的之后而有的恶为例 它应该是一手的果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举了嘛 一手的之后而有的恶嘛 那我说不应该啊 因为它是一手的因啊 对不对 它应该是一手的因啊 为什么 因为它是恶的缘故嘛 我们说 我们说 一手的因的定义是什么 是不是不是说 它说 是涉于恶 或者是有肉的善 其中之一的话呢 都是所谓的一手的因嘛 所以我说 是一手的果的恶业为例 一手的果的恶业为例 我不要我们用之后而有 有些人会搞错的话呢 我说比如说 一手的果的恶业为例 它是一手的果呢 还是一手的因呢 那样子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说 如果因为它应该也是一手的因啊 因为它是恶 跟有肉的善其中之一啊 对不对 看它是不是一手的果呢 它应该是 因为我举的例子 就是一手的果的恶业嘛 我们可以依着一手而生出恶业啊 但是我们或者 依着一手的果 或者依着一手的果 这样子的果报 而生出善啊 或恶啊 我们还是可以嘛 对不对 这可以啊 那是不是变成一手的因 跟一手的果呢 是变成不相为了嘛 对 那要说 对啊 是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一个东西的因 跟一个东西的果呢 是不是就变成不相为呢 又觉得很奇怪嘛 对不对 那我说应该是啊 因为以一手为例啊 一手为例 一手为例 他 应该就不会啊 因为有一个 有既是他的因 跟既是他的果 的例子的缘故啊 因为就是 一手的果的恶业 就是这两者皆是 因为他又是一手的果嘛 我举的例子就是 一手的果 由一手而生出来的恶业啊 这就是一手的果嘛 可是他又是恶啊 他应该又也是变成是 一手的因嘛 对不对 如果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会怎么回答的话呢 因为我说这个有可能 大家比较难去理解 或者比较麻烦的 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会说 你问来讲说 你问来讲说 一者的 任何的法的因 跟任何的法的果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香味的 因为有这个因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因 才会 他的因 才会有 才会有这个果报 有这个果报 才会有他的果嘛 就比如说我们举 刚刚那样好像说 有 有 柴 才会有火嘛 有火 才会有烟嘛 他不可能说 在火 火 还没生起来之后 才会有财嘛 火还没生起来之前 才会有财 和 火灭亡之后 火没有之后 才会有烟嘛 所以 怎么会说 有一个是 又火的果 可以再存在 火的烟 火本身的因 也可以存在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因为有一个所谓的 他一定会有个过程是 先有火的因 的是什么 才 才会有火本身 有了火的本身呢 才会有一个火的果嘛 他的烟嘛 才会有这个 所以我说 一般来讲 一定是说 他的因 跟他的果呢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 同一时 皆有的 也不可能有一个 两者皆是的例子 又是某一者的因 又是某一者的果 他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东西了 那 如果我们举 说 那刚刚举的 应该有啊 因为有一手的 又既是一手的因 又既是一手的果的缘故的话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又有一个既是一手的因 又是既是一手的果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由一手而生出来的恶业 就是既是一手的果 又是一手的因嘛 为什么它是一手的果呢 我举的例子就是这个 是一手的果的恶业嘛 由一手而生出来的恶业啊 这个就是一手的果了嘛 就算我依着火而生出来的东西的话 也当然就是火的果了嘛 可是这是不是应该也是一手的因啊 因为它是什么 因为它是恶嘛 我们刚刚举了 凡是恶或者有肉的善 也都是一手的因的话呢 那我们在这边 一般来讲回答是说什么 我们这边要举说这个是 有过失的例子 我们会说这是有过失的例子 我们一般所谓的 一个东西的因 一个东西的果来讲是什么 是说 能生出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因嘛 而由这个东西所生出来的 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是这个东西的果 所以我们来讲的话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才哥刚刚说 那个财是烟的 是火的因嘛 它是能生出火嘛 火是由它而生出来的 而由火我们会生出什么呢 我们会生出烟了嘛 它是有这样子的过程去做出来的时候 但是我刚刚举的那个一手的因 跟一手的果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一手的 由一手而生出来的恶业呢 是不是一手的果 我们不能否定这个 这一定是一手的果啦 这是一手的果 是 为什么它是依着 就像我刚刚说 依着火而生出来烟一样 它是依着一手而生出来的恶业了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但是我说它是不是一手的因呢 是 为什么它是一手的因呢 因为它是恶或有肉的善的其中一个嘛 它是恶 它是恶的嘛 所以它一定是一手的因 但是这个一手的因 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 能生出一手嘛 它不是像说我是透由财而生出火嘛 透由财而生出火 它的关系不是这个 它不是说我透由一手的果的这个恶业呢 而生出了一手嘛 这个一手的因的意思不是这个嘛 一手的因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恶或者是有肉的善 或应该说 涉于恶或有肉的善其中之一啦 因为为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这个可以当初取名为一手的因呢 因为它能生出自果的一手嘛 有恶或有肉的善透由烦恼的滋润 它会生出在轮回的一个果报 所以我可以说出它是有自果的一手啦 然后我有取名 它有自己 这样子我们取名为一手的因啦 可是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来讲 一手因的话 我们会说是不是它是 它是不是一手因呢 我们说是 它是一手的因 可是它是不是能生一手呢 我们不会说嘛 它不是一手的能生嘛 它不是一手的能生 一般我们说 某某东西的因就是某某东西的能生嘛 可是在讲一手的因 不是在讲一手的能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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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为什么 因为一手的因是在指什么 是设于恶或者有弱的善其中之一嘛 或者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说是能生出一手的无忌的法 有没有 也有嘛 比如说恶业的无常啊 恶业本身的无常来讲 它是无忌的嘛 我们说恶业的无常 它是无忌的啊 它是无忌的嘛 它是无忌的缘故呢 可是你说它是不是一手的能生呢 我们就不要管了啦 不要管它 不要管了 不要管了 就放着 就放着 它没有 它之后再听就好了 好不好 我说 它这个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一手的能生呢 它是一手的能生嘛 我们说它是一手的能生啊 是不是 因为我刚刚说嘛 它依着恶业而生出来的话 它也会依着恶业的无常而生出来啊 这是它分不开嘛 所以恶业的无常来讲的话呢 也是无忌啊 它是无忌 它不是善恶啊 它是无忌的啊 可是它是一手的能生嘛 一手依着恶业而生出来 它就依着恶业的无常而生出来了 所以它是一手的能生 但你说它是不是一手的因呢 我们又说它不是了嘛 它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色于恶或有肉的善其中一个 一手以外的这种 它就所以我们说 如果是某某东西的能生的话 是不是一定是某某东西的能的因 我们会说一般是啊 是是一定是啦 这就是说能生是因的定义的话呢 某某东西的能生就是某某东西的因的定义了嘛 可是你说一手为例 它的能生就一定是它的因吗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这就是有过失的 有过失的 有一个文字漏洞的辩论 这个是有过失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讲说一手的因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在指说一手的能生嘛 我们在讲说一手的因的时候 是在指什么呢 是恶跟有肉的善来讲 而不是在讲说一手的能生啦 所以我可以有没有说 有一手的能生的无忌的东西呢 可以嘛也可以 这是不是一手的因呢 我们说不是了 同样我说有没有一手的果的恶业 这个是不是一手的因呢 是嘛 因为它是恶嘛 那我们说 有没有又一个是一手的因 又是一手的果呢 我们会说有了嘛 就是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它又既是一手的因 又是一手的果 他说那可是凡是无常的话 它的因跟它的果一定相为吗 我们又说又是嘛 那你说一手为例 它的因跟它的果是不是相为呢 因为它是无常的缘故的话 我们这边只能回来 就是说这是有瞎吃的 有过失的例子 有过失的例子 为什么有过失的例子呢 因为你说假设我们说 一手它的因 一手它的果是不是相为呢 这是相为了 这就是相为 好像一手它的能生 跟一手它的所生 相不相为 我们就说这个百分之百是相为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东西的能生 一个东西的所生 是不是相为 可以 可是一手的因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指一手的能生 我们是在指有肉的善法 或者是恶 这个东西我们才可以说是 一手的因 而一手的果是什么呢 就是一手的所生 而我们一般来讲说 凡事无常 它的因跟它的果 一定相为的意思是什么 是它的能生 跟它的所生 一定是相为 就是一定是相为了 它的能生跟它的所生 一定相为了 可是你说 那个是普遍的例子说 像我在讲说 如圣法师的因 跟如圣法师的果 就只能会考虑到说 如圣法师的能生 跟如圣法师的所生 它的考虑点就是这两个东西 但是一手来讲的话呢 我们考虑到一手的因 跟一手的果的时候呢 就不是考虑说 一手的能生 跟一手的所生嘛 对不对 一手的果报是说什么 一手的 一手所生出来的果 我们可以这样讲 可是一手的能生是什么呢 一手的能生是什么呢 一手的能生是不是 刚刚讲到以上 就是说 设于恶或有肉的善其中之一 所以在这边回答的时候 他就是这边 有特殊的要回答 就是如果有人这样子 问我们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那一手的因跟一手的果 相不相为的话呢 我们又说什么 我们说就不相为嘛 有是一手而生出的 的恶业来讲 或者比如说 我们想说什么 或者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说是什么 这个我们说这个是 一手的果 也是一手的因嘛 也是一手的因 为什么它是 恶或有肉的善其中之一啊 或者 有人问 或者另外一个问说 那如果是 一手的因的话 就一定是 设于恶或有肉的善吗 我们会说一定嘛 这是他的定义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他去说什么 比如说 能生一手的无忌的东西为例 对不对 能生一手的恶业的无常 对不对 能生一手的恶业的无常 都是无忌嘛 对不对 这无忌的东西啊 这是不是一手的因呢 我们会说不是嘛 不是 应该是啊 因为是一手的能生的缘故的话呢 我们就会说不骗嘛 如果是一手的能生 不一定是一手的因啊 可是如果是别的无常的 他的能生 是不是一定他的因 是嘛 这是一定的 这是骗的 这没有不是的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讲到 一手的因的时候呢 这个词的时候呢 他不是在指一手的能生嘛 对不对 他是 他不是在指一手的能生 他是在指 赦予恶 跟有肉的善的其中 这个一个东西才讲 我们在讲说 这个是叫什么 叫一手的因啊 这样子 好不好 好 看这以上的话呢 应该是我们花了 几个礼拜在介绍说 大因果当中的这个因 跟六因 六因之后 他我们后面这边圆的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他很复杂 因为是为什么这个 主要在 再来讲的话 是什么 这个三圆或者四圆的单元 一般是什么的话 是在 适量论的第三品 法生论师 在第三品 就是专攻去讲 这个三圆或四圆的这个概念 看这边他是 总设起来想介绍这个概念 可是 真的来讲 介绍的话 是什么的话呢 是我们在 适量论当中的第三品 第三品当中 法生论师 花了 应该是算百分之 用百分比来的话 大概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的 在第三品 都在介绍说 三圆或四圆这个地方 和我想说 我们先介绍名词 和下一堂课 我们再略略的跟大家介绍说 是什么 看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说 圆的信箱是什么呢 就是祝伴 它的定义是什么 是祝伴 所以我们说什么 因 圆 圆 这两者是同意的 凡是 因 也就是圆 凡是圆 也是圆 这不相伪 大家有时候会有人说 好像是不是 圆是主的 圆是辅助的 因为我们会有什么 巨生 我们有所谓 禁取圆 巨生圆 它翻成这样子 好像变成说什么 圆是主要的 所以它被取为圆 是次要的 所以我才把它取名为 圆 这个来讲的话 这不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 真的来讲的话 我们所谓的 圆 圆 果 这三者是同意的 若是因 就是圆 若是原也是果 若是果也是因 也是圆 为什么 我们说 你看是不是说 若是能生出任何的果 也就是它的助办 帮助它升起 对不对 所以若是任何一者的因 也是这个东西的圆 若是这个东西的圆 也是这个东西的因 就是若是瓶子的因 也就是瓶子的圆 若是瓶子的圆 也是瓶子的因 那样子 好 看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会看到说 也是一样 我们会说 在圆 在字面上 或在名称上去分的话 可以分为四个 可以分为什么 什么四个呢 就是因圆 所圆圆 真上圆 跟等无间圆 这个四个呢 是我们做什么 是等于是说 所谓的四圆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 在名称上 或者可以 可在名称上去分呢 为什么 因为因圆 跟圆 就是同意了 拍这边后面讲 出者与圆 同意了 与圆同意 所以 如果圆的分类来讲的话 它应该 所涵盖的范围 不应该跟圆 是一样的嘛 所以为什么 我们才想说 如果在名称上 或者在 它的这个名称上去分下来 我们可以分为说 这四个嘛 因为 如果圆分为因圆的话呢 圆跟因圆 它所要涵盖的意思就一样 就好像说 无常可以分为事物 我们不会这样的讲吧 无常可以分为事物 因为 无常跟事物 它就是同意了 它没有说好像是 因圆或者事物要 在归属于 无常之下 同样 如果因圆跟圆 就是同意的话呢 我就不应该说 因圆是归属 在圆下面 所以为什么在这边来讲 所以 也可以说 凡是圆就是因圆 所以后面的所圆圆 真上圆 等无间圆 也都是一个东西的因圆 也是它的圆 或它的因 好 我们等一下 要举的 这个例子来讲 我先跟大家举的 会来讲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 这个三圆的 不是 如果三圆兼具备 就是 所圆圆 等无间圆 真上圆 具备的话 它一定是心事 只有心事的 只有心事的东西 才会有 所圆圆 真上圆 跟等无间圆 也不是所有的心事 都有所圆圆 等无间圆 跟真上圆 这我们后面会越来越介绍 就是 如果 有具备这个三圆的话呢 一定就是心事了 是心事呢 才会具备 有所圆圆 真上圆 跟等无间圆的 但不是 凡是心事 就具有这个三圆的 不是 不是凡是心事 就具有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想说 我先跟大家 举个例子来讲 说是什么 来讲的话呢 那 我们一般用的例子 会说什么 我们可以说 像大家 我们会说 看见瓶子 或者大家 如果现在看到我 看到我的话呢 或假设 我们就是用书本来讲 看见瓶子的眼视 对 这个眼根 而生起来的眼视 这个眼视来讲的话呢 我这个眼根视 来讲的话呢 它就可以具有它的三圆了 有眼根视 所依着而生起来的 有它的所圆圆 它的真上圆 跟等无间圆 而 这篇来讲的 又是说经部中 经部中所说的喔 经部中 为什么来讲的话 有一些不怕 我们是不是说 它所圆的东西 跟这个新世 同一个时间生起来嘛 像我们在讲上 就讲说 唯士派的概念来讲的话呢 眼视 刚刚我会觉得 看见瓶子的眼视 跟瓶子来讲呢 它不是因跟果 它是同一个时间有的 同一个时间没有的 而我们经部中啊 中观认为的是说什么 是先有一个瓶子 我依着这个瓶子 会生起来 这个瓶子的眼视 先要有个瓶子产生 才会有一个瓶子的眼视 而 唯士派就不会说 它是 不是说先有一个瓶子 再有一个 所以它为什么说 我们以前是不是跟大家也常常觉得说 我们在不去检测的状况下呢 我们会说 你看到的书本 我们有没有看到书本 我们就说我们都有看到书本 可是再细一次的检测的时候呢 我就会说 我看到的书本你看不到 你看到的书本我看不到 都是 因为为什么我看到的书本你看不到呢 因为我看到的书本是 我的眼跟跟着我的眼跟视 同一时间升起来 你看到的书本是 你跟你的眼跟视同一时间升起 所以我看到的东西你看不到 你看到的东西我看不到 这是唯士派它最主要的一种 为什么没有外境存在的说法 它举的例子是什么 它又说 是不是有一个清水 在我们面前有三个不同的众生 会看到三个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常常举的 就是说 饿鬼会看到是浓血 人就是看到是普通的水 天人看到是甘露 如果说其中之一是颠倒式的话 或者完全是颠倒的话 那没关系 他说这三个都是量 就实际上他看到的就是存在了 所以他就说 为什么没有外境存在 是说 哦 你说没有检测之下 这三个众生 是不是看到一杯 的湿血润的水在那边 我们说是啊 没检测下 可是去检测之下呢 哦 那个所说的 恶鬼所看到的水呢 天人也看不到嘛 人也看不到嘛 因为恶鬼所看到的水 他是看到浓血啊 而人看到的那一杯普通的水 那个恶鬼也看不到啊 天人也看不到啊 天人所看到的那杯水 他看到的是甘露嘛 就是甘露的 可是人也看不到啊 恶鬼也看不到 所以他就说 他最主要的 没有外境存在的例子 就是举这个 这个例子 就是说 为什么他是跟随着 我们的心事生起 哦 有心事才会有这个境 有这个境才会有这个心事 他们是两个 互相 好像如影随形的 这样子 跟着走 他也同一时间生起 同一时间灭 同一时间有 同一时间灭了 但是我们 金部中这边来讲 都不会了 和中关不是 他们是说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嘛 先有这个瓶子 才会生出这个眼跟事 所以如果在以 我们这边后面三元 会慢慢 比较详细的 跟定义啊 跟大家去介绍的话 那是什么的话呢 我们会说什么 直取瓶子这个眼跟事呢 或者 因为有些在对岸看的 他们用事 他们会听不奇怪 或者我这边的意思就是 心识啊 他们 这就 内地的人 他们 咬这个字是 二声 我们台湾这边 是四声的话 他们的意思是 心识 我们这边是心识 这一样的 一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这个心识也好 或心识也好 他的所源源 这个 直取瓶子的眼跟事的 他的所源源 我们是说什么呢 就是瓶子 所源的 他所源的 这个源是什么呢 是瓶子 瓶子 而 他这边所谓的 真上源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所以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根式呢 他的 真上源是什么 是 眼根 这边来举的例子 当然 我们后面会讲到 他这边还有所谓的 共的真上源 不共真上源 等等有这个来讲 可是 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让大家今天比较清楚来讲 是什么 直取瓶子的眼根事的 所源源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举什么 瓶子 直取瓶子的眼根事的 真上源是什么呢 就是直取瓶子的眼根 直取瓶子的眼根 因为是什么 就等于是好像像我们 经书上跟 就是我们现在的 医学跟科学 非常非常非常相似 有很多地方相似 他就说什么 就像我们是不是说 我记得我看过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现在的医学科学 是这样的说 是由光的照射 照到某一个物品 物品是在 好像我们眼球上照应 像一个镜子一样 它会出现是 反颠倒过来的嘛 像我们这样正的 它照过去是 是刚好反过来颠倒的 它在经过一个什么 好像一个反射镜子一样呢 它会把它更正 变成是立体 像我们这样看的立体 我记得是 如果我说的不正确 大家可以纠正我啦 以后可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或者我在国中 或者高中时候 他看到说 我们透由光在眼球的 形成的相貌 应该是这样子 同样 同样我们在 色类学这边的三元的 说法也是非常类似 它是说什么 是有物品 这个物品 会投射在 我们的眼根上面 有眼根 会生起一个掩饰 由这个掩饰去见到这个镜 是掩饰 所以 我们来讲的话呢 在进步中来讲 是说必须要有眼根 没有眼根的人也看不到东西嘛 可是眼根可以换掉啊 不是眼根可以换掉啊 我们眼球可以换掉 由这个眼球换掉之后 它眼根附在这个上面了呢 有一个 有一个 透由眼球 眼根 生起眼饰 等等等等 之间而生起的 它可以生起来了 所以 它是什么 它是透由这个物 刚刚说的瓶子 瓶子投射在眼根上面 眼根 透由这个眼根呢 我们生起一个眼根饰 这个眼根饰 才是真正见到瓶子的 或者说了解到瓶子的 金步中以上 它是说眼根是看不到瓶子的 它就好像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投射的 我是照应在这个眼根上面 而透由眼视去 或者眼时去见到 或者显现出瓶子 了解瓶子 眼根是没有这个作用的 眼根就是一个工具去看 就是投射的 它没有见到 没有看到 没有了解的这个任何的功能 所以 真上缘的话 举的例子的话 是什么 我们举眼根 也可以说它的 不共真上缘 在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它的不共真上缘 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眼根 因此呢 我们取它叫什么 根氏 根氏 我没有取它是意氏 所以它是心识 心氏 为什么我会取它根氏呢 因为它的 不共真上缘 它的不可或缺的缘 是什么呢 是那个眼根 那个根 那个色根 来讲呢 所以我取名为 叫它眼根氏 或眼根石 而它的等无间缘 是什么呢 这个等无间缘 是什么 这个与这个东西 它的 升起为 心识的本质 心识的值 就像我说 我不可能透由 禁曲音 心识的禁曲音 来讲 我不可能透由 桌子 树木 或者一个没有 心识的东西 升起后者的一个心识 有一个 有这个心识 会存在的话 一定是透由 前者的心识 而有的 也一定是有 他前者的心识 而有的 所以 这个等无间缘的意思 是什么的话呢 是说 透由他而生出来为 心识的本质的 后面这个缘呢 这个我们叫 等无间缘 所以 后面来讲的话 是说什么呢 这等于是说 我还没有升起 执取瓶子的眼根氏 之前的话呢 之前还要有个心识 而有 这个心识的序流 会变成瓶子的眼根氏 这个之前的 这个心识的序流 来讲的话呢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叫 称之为 叫说他的 等无间缘 所以 他的举例的话 他这边 举了后面的例子 他就举了说 他举的是 比较复杂 或者他说 他用的是说什么 他说 例如 他在这边的 128下说 例如什么 直射跟 现前之前 无间升起的 坐意射之觉 就是 可是 简单的来讲 是什么的话 就是我们还没有 升起 直取瓶子的眼根氏 之前的话呢 会变成瓶子的眼根氏 这个心识 之前还会有一个心识的序流吗 这个东西来讲 是什么 他的等无间缘 所以我们在一个心识 直取瓶子的眼根氏上面呢 我们可以说他有 具有这个三元 所圆圆 所圆圆 真上圆 等无间圆 这三个结局 而 直取瓶子的 所圆圆 我们要举什么例子呢 我们就举瓶子 他的真上圆是什么呢 就是直取瓶子的眼根 而他的等无间缘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之前而有 会之后升起他为心识的 这个心识的序流 前者的这个心识嘛 这个前因者的心识呢 就是他的等无间缘 如果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 所以以直取瓶子的眼根氏 来讲的话呢 他是这个三元可以具备的 但不是所有的心识 都要这三元具备啦 可是我们今天只是举 例子而言 他的定义还没有而已 所以他的意思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说 一个例子 直取瓶子的眼根氏 他有所圆圆 真上圆 等无间缘 他的所圆圆 我们要举什么 就是瓶子 他的真上圆是什么 他的眼根 他透有眼根而升起的 这个直取瓶子的眼根 而他的等无间缘是什么 他的之前 之后可以升他为 变成他升起为心识 他要变成一个心识 之前这个心识的序流 可以让他升起的这个心识 之前而有的这个心识呢 就是他的等无间缘 这三者是说 所圆圆 真上圆 等无间缘 这三个例子 和我们下一次上课 会更清楚的 他的定义 跟他的例子 我们一一一去举 好 那要跟大家宣布就是说什么 因为下个礼拜 我不再 和我要去忙别的事情的话 所以我们停课一次 看到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在这边了 有来现场的话呢 我们就不在这边 我们在新的教师那边了 在新的教师 大家就请去新的教师那边上课了 好 請问格西 这个同类音 他这边有一个 能生相似自己的后同类者 那相似是讲 相似是讲同地 那同类是不是 我就说 上次说 同续流的 那会不会同职 所以我们上次就说嘛 这个要有很多的不同說 因为有所谓的序流 不一定是他的直流 像如果是 如果是我的想法来讲的话 我按照比较相似的话 我说如果是 如果是序流的话呢 不一定 就是如果是某一个东西的序流 一定是他的直流了 可是他的直流 不一定是他的序流 就像我们举 刚刚什么来讲 我们是不是 上个礼拜也跟大家举 在匹伯沙中 他就有说了嘛 在所谓的 低刹那的圣者的心事来讲的话 他是没有同类因嘛 因为他是没有前一者的序流 因为是从凡夫到圣者的 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 那我就会说 可是凡夫的这个心事 到圣者的心事呢 这是他的直流 他是同一个直流 因为他要有一个 因为有心事的序 有这个心事的 为心事的这个 本来的这个相序 下来的话 他要有一个相序嘛 那 虽然他不一定是序流 因为他我们所谓的 这个同类别 他不是同一个类别 这个序类别的 来讲的时候呢 因为他前者胜者 后者胜者 不是这个 可是他要有一个 为心事的这个东西 要存留嘛 这个直流会存下来的 或者同样我们举的 就是有一些的 特殊的 他可以从善心 变成是烦恼 烦恼又可以变成善心 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因为为什么 比如说 为什么他是 我在后面的 宪观传言会举 他比如说 他有得过禅定 他得过禅定 可是他会有 依这个禅定而升起说什么 而他认为说 这个禅定就是 就是解脱了 这个禅定就是究竟的 有很多这个例子啊 很多 我们说 这个人 他得到某种 某种好像亲爱 某一种 新的这种平静 他就认为说 他得到解脱了 所以我们才会说 有什么 很多自己说 我是无上司啊 或者我是什么上司啊 而他有可能得到 某一点的成就 的确他得到 有一点的成就 可是有可能 就得到一些的 内心的禅定而已了 他误以为 他误以为 他会有一个 不管是贪恋 倦念于这个 或者有一个邪见 什么等等的 之后 本来这个禅定是善的 可是依这个 他变成一个烦恼了 他变成一种烦恼了 可是之后 又看到这个错误 这个还是同样一个序流 可是又看到错误 又因此而再升起禅定的时候 这个东西还可以再变回去 一个说 一个善心嘛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可是我们不会说 他是一个序别 因为他从善变惡 惡变成善 可是他是一个直流 他的心事的这个直 一直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会说什么 一般来讲的序流 我的概念来讲 序流会有差别 是什么 像我们说这个宇宙的序流 是不是无尽的 我就会说不一定了 或者说像我们现在的人的序流 是不是无尽的 我就说就不一定了 如果假设我们按照科学来讲 我们现在 我们目前的这个人的序流 是什么 比如说有可能 假设有相信 达尔文的进化论 是不是从水生类的物源 变成说慢慢爬上来 变成猴子 猴子变成人 等等等等 假设有些 这是很大的争议 我知道了 可是我说 假设我们相信说 现在的人 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讲的 我们的序流的初步就是从蝌蚪 慢慢慢慢爬上土地 慢慢慢慢变成 我们的序流的原点 就在那边了 它的启蒙点 可是这个直流不会 这个直流就是一直要推进 那个蝌蚪变成 不能说是人的完全 这蝌蚪还要在往前 一直在往前 一直在往前 它要有一个永无止境的 的这个值 慢慢慢慢一直流下来 因为它不可能从不合顺的 或者不同类别的 或者不相应的因 生出一个不相应的果 它一定是从相应的相似的 同样的这样子婴儿生出 可是这个直流 可以一直从前这样子推下来 可是这个序别 是有特殊的一种类别 就是我们 人是从哪里 是从蝌蚪慢慢变成 爬上一个小什么动物 动物慢慢变成猴子 猴子慢慢慢慢转变成 那种所谓的原始人 原始人 假设这是从人的第一 现在这个人的第一类别 我们的序流是从原始人 这边开始 序流才开始 可是 这个从之前的这个猴子 蝌蚪 或者蝌蚪之前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这个心思的 这种的直流是什么 就是永无止境的 直径下去了 所以我们来讲的话 我会说 序流的话呢 是在直流的某一层 可是直流是比 序流涵盖的范围更广了 更广了 我认为了 我的认知在下面 好 好 那我们今天也就先上在这边了 大家请回向 愿消三丈诛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醉脏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